早上好呀 难得今天一起床就能看到洒满窗台的阳光 好天气也伴随着好心情 打算做一个紫菜饭团 昨晚的剩饭也正好派上了用场 午餐肉可以先煎一下 紫菜里大家可以包上任意自己喜欢的食材就好 我今天搭配的是芝士和午餐肉 饭团全部包完正好够全家吃 最后调一个照烧汁 放到锅里面正反面都稍微煎一下就可以出锅 味道超级棒 基本上是不太会翻车的快熟早餐 今天的分量有点扎实 给自己准备一杯黑咖啡早餐上桌啦 今天早上约了私教课 宅家一个月 好久没有来健身房锻炼了 感觉课程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最近教练说我的体质上升需要控制 中午给自己点了一份沙拉 减肥的路上呢虽然很辛苦 但也要苦中作乐 我还是给自己搭配了一杯奶茶来过嘴饮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很甜的奶茶 传统的港式丝袜奶茶才是我的最爱 零乳糖喝起来没啥负担 这次入的奶茶是和我最喜欢的燕麦奶 Oatly的联名款 没想到燕麦香和茶香完全不冲突 反而更纯香 回味还有淡淡的古物香 心满意足 午休正好可以看看杂志 最近买了好多新的杂志 目前在读的这本好喜欢 是关于不同行业的职业专访 杂志奶茶午后阳光 每一口都好丝滑 幸福感满满 下午约了人谈事 又买了新的唇釉 这次带个铁观音口味路上喝 走了 谈完事也懒得回办公室了 索性就在店里面坐下来整理一下 近期的工作收尾 发了一堆邮件 回了N条微信 晚上表姐和姐夫要来家里面吃饭 一进门就看到三个小朋友 正在其乐融融的看电影 表姐今天是点名要喝我做的煮红酒 橙子 苹果和柠檬是必不可少 外加我的煮红酒调味包 晚上阿姨准备了超多好吃的菜 今天又有口福啦 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吃饭 显得格外热闹 妹小花最近开始迷恋我的梳妆台了 还喜欢拿我的化妆棉来当积木 然后对着镜子一阵臭美 睡前被她硬拽下来打篮球 虽然说她才四岁 但是已经可以头大的篮筐了 运动力超强 晚上回家以后呢 就是抓紧的卸妆 洗脸 还有敷面膜 晚上睡眠好的小秘诀呢 是一定要泡个热水饺 好啦 今天就是这样 晚安 好梦